各位异学的爱好者大家好 这一堂课是叫做格局派姓名学 我现在来讲一下格局派姓名学的大纲 大概要谈些什么 师父说与其生气不如争气 抱怨无用只会浪费时间 不如改变才能走得更远 我想这个都是蛮勉励的话 所以好好的去体会 我想我们人生会过得更漂亮 格局派姓名学一般在坊间很少谈论 包括这一方面的书籍资料也少之又少 其实它是一派最浅显易懂又实用的一个姓名学 那姓名格局没有好坏之分 都有其适合发展的特性 所以能够善用每个格局的优劣 调整做事的方针 则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的提升 那全部格局很多 许多姓名会重复多种格局 其特性也都会显现出来 只要读者每天利用这些时间的研究 我想不出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对姓名学的认识 必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那格局派姓名学有每个字的代表意义 姓呢 姓是代表什么 精神 名声 长辈 上司 公司 信仰 名位 丈夫 国家 名医呢 名字的第一个字代表 才华 代表自己的能力 还有心性 情感 跟专长 那名二 第二个字呢 姓 名医名二 那名二代表物质下属 员工 人脉 跟金钱 那首先我们举一个代表 他总共有十九种 形态 那我们 因为这是 大纲 我只解释两种 什么叫做金字塔形呢 它的定义就是 姓氏比划数最少 接下来 名医 比名化 名医 次之 名二 最多 就是少 中 多 就是上中相 那这种金字塔形的 他适合做什么 这种名字适合做 投资理财 还有 要比别人更认真 还有必须培养人脉 跟员工 要比别人更能够吃苦耐劳 因为是往下 这个叫做 金字塔形 像李登辉 七话 十二话 十五话 有没有 越来越 越下面的话 话数越多 还有李国鼎 宋楚瑜 施政荣 他们都承担了很多的责任 第二种 道金字塔形 听到这个就知道了 就是姓的比划是最多 名医 少一点 名二 更少 那他的做法呢 千万不能有借贷的行为 如果是你目前的姓名是这种 道金字塔形 你就不能有借贷的行为 所以不适合做生意 以及选任何的公职 或者只 单人公司 你只开单人公司 或个人工作室 这个名字都不适合 贵人为长辈 上司 所以要懂得逢迎 因为话数越多 就是等于长辈 最上面的就是 因为他们 比话数最多 就是您的长辈 那因为你的 最下面的名额 字最少就是表示 你要经济独立 你个人做 那会被上面压垮 所以代表 不适合做生意 选举 借贷 还有只有开一个人的公司 个人工作室都不适合 那我们第三种是 老大皇帝阁 再来老二皇帝阁 第三老三皇帝阁 再来什么叫得宠型 还有中广型 老大当家阁 老二当家阁 老三当家阁 顺阁形 长方形阁 梯字形阁 倒梯字形阁 电磁形 倒电磁形 公窥一窥阁 辅佐阁 兄弟阁 总共有十九种阁级 你只要把它记住了 未来你在取名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找出适合您特质的格 来做一个名字 所以名字不一定要去附证事务所改变 只要做偏名 常常去叫他或者名片改成新的名字 其实就可以抵挡你旧有名字的一些缺点 所以学完这个派的也不错 可以选几个偏名来叫一叫 最后就是 有钱的人苦 没有钱的人也苦 闲的人苦 忙的人也苦 只有知足的人不苦 那希望有时间就一定要来学习这一堂 叫做格局派姓名学 期待你们踊跃报名 谢谢 感谢观看